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牵 大家好 现在进到我们和风谈判课程第四讲 创造谈判的空间 创造谈判空间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讲 我找好我要谈什么 我想好我跟谁谈 我找了我的筹码 我想好我万一不成的话 我的退路 那我现在想啊 我要跟人家谈啊 我怎么谈呢 谈判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谈判的基本上你要谈嘛 对不对 你不是下命令吗 那既然是要谈 我们要抓到的就是抓大放小嘛 抓大放小 抓放小 所以你一定要抓大 所以我们前面讲说 你must want to give 对不对 这就分大小嘛 这还有很重要一点 我们要交换啊交换啊 你要创造谈判的空间啊 空间怎么来呢 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谈判桌上的东西 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要谈价格 价格从来不是在真空里面存在 你为什么用价格 因为你有这种规格 你有这种数量 你有这种付款方式 你有这种交货条件 它才有这种价格嘛 对不对 价格不是单独存在 它是一组东西嘛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切割法 切 所以我们谈一个案子 谈一个项目 卖个东西 它每东西是切嘛 价格 规格 付款方式 交货条件等等 它里面是可以交换的嘛 对吧 每一个常常不会谈判的人 常常就抓个价格 100块 不行 不用80 不行 我也不用60 那跟那不是谈的 咱们谈判很重要的就是 谈判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我跟你谈 我切出来 我跟你交换 我还留一点给人家 对吧 价格 规格 交货能拿到 我付款方式 数量我可以放给你 以后好见面 我常常讲谈判 我们常常讲 全营叫做白马 全书叫做黑马 白马拿不到 黑马不甘愿 你只能习惯接受斑马 这就是斑马 切了换 你知道吧 你绝对是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这是单是个目标 这里是个素养 非常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全赢 全赢以后 那人家就全输 以后谁跟你在谈呢 双赢双赢 我们从来不是说赢的一样多 或输的一样多 就是我拿一点 他拿一点 以后才好见面 那怎么你拿一点 他拿一点呢 切割嘛 切割交换嘛 或者说 我今天是个弱势的卖方 价格没办法拉高 我可能征数量 征付款 我希望买方 在数量付款上 给我点补偿 我是个弱势的买方 价格压不低 我征付款 征交货 交货次数增加 库存成本减少 咱们都这样干了吗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你的价格 我的付款条件嘛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这样的 我就说我们当Sales 你是不是也跟客户讲说 王总 这样子 价钱我就不降 但是我把你付款方式拉长 好不好 这就是价格换交货 或者价格换付款 这就是切割嘛 日常生活也有啊 你去买东西 老板这顿多少钱 一百块 那买两个 你算了多少钱呢 你拿数量来换嘛 这样吧 我付现金 不刷卡 算便宜点嘛 你拿付款方式来换嘛 这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 你看这几个东西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A B C D E 你学了这个图以后 你可以带进去你们家的任何东西 你填进你们家的项目嘛 重点就是 我要给你的概念就是 A拿到B C就不要 A没拿到就要B 要C 换牌嘛 那人家老师呢 一个客户这样谈 我上百万的客户怎么谈呢 一样把我教你的先包好 假案 野案 丙案 换牌嘛 换牌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如果人家问你说 我只有这个价钱 一个买方 我只有这个钱 怎么办 你是卖方 你卖方 你说我答应他 答应他那个低的价钱 我就输了 那我不答应他 我拒绝他 就破了 那在答应不答应中间 它总有第三条路嘛 所以这是谈判很重要的思维 答应不答应 黑或白中间 它有很多灰色的嘛 你不是光是答应或不答应 两种解题的方法呀 对不对 于是你先来再换嘛 你刚才讲说 好 那如果你这个价钱 可以 你一定要争价钱 那你交货时间 你得给我拉长一点嘛 对不对 拿交货期来换嘛 要不然就说 你如果这价钱的话 这样子 那规格来换嘛 我们不常讲 价格换规格嘛 对不对 你不要做这么大的嘛 你做短一点的 那这样价钱就可以了 要不然付款方式来换嘛 你这个价钱 这样子 投款 尾款的比例 支票效期改变的话 也许有可能 这就是谈嘛 你绝对不会 不会跟他讲说 一翻两瞪眼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谈呢 切出来的嘛 切出来的嘛 那所有的切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 我们永远切 切出来 我要知道我要什么 我们常常讲 或者美国哈佛大学 也常常教的 就说什么呢 就是你要知道 你利益在哪里 于是你切出来 你切出来很多是方案 夹案 野案 丙案 那很多方案的方案 不管哪一个方案 它是为同个利益服务的嘛 所以你重要知道 你要什么 然后你就切 你去包装 包装出来很多不同的利益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试试看 你绝对不要有这个想法是 要就全要 不要就全不要 心态改变 然后呢 做法上学会切割 分出优先顺序 然后交换 这样子 咱们才能创造谈判的空间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